大家好 欢迎来到长熟美 我是长老师 我想跟大家来更新一下 最近美国的大学因为疫情的情况 有一些政策的变化 首先美国的最近的疫情 确实有很大的反弹 我看今天的纽约时报 是确诊的案子 14天的平均增长是46% 死亡的平均增加是40% 这是很高的 一些美国的大学 现在都是秋季学期 恢复的线下的校园上课 但是因为疫情的情况 致使一些大学 在改变校园的上课的措施 比如康奈尔大学 它在三天当中 有超过700名的学生 呈现阳性就是确诊 所以康奈尔大学 周二就是昨天 关闭了校园的所有的活动 并且把期末考试 转移到了网上 那么在校园的信息里 他的校长叫马莎·布拉克 他说有证据表明 在大量的学校的样本当中 存在着 奥姆仁克兰的病毒的变体 另外在普利斯顿 也是把所有考试 转到网上 在周三 纽约大学取消了 所有的非学术的活动 并且鼓励教授 把期末考试转移到网上 这些学期制的学校 他们的期末考试中 一般都是在下周 有的学校在本周的周末就开始了 所以现在是一个期末考试的高潮 所以大家 学生都非常的紧张 我该怎么私信 只需要简单的两步 第一步点视频下方 成要说明的头像 第二步点主页头像旁边私信按钮 那么另外像一些学校对于加强针有新的要求 比如说雪城大学 就说在春季开学之前 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要打加强针 在这个时间 有可能学校的疫情的防疫的工作 可能是要往前来调转一下 就是可能是又要从线下部分的转到线上 还好马上就是美国的圣诞节 新年放假的时候 可能大家也能松一口气 在下个学期开学 大概是在1月15号 就大概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也看疫情的变化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我也知道 有很多的同学都现在陆续的来到美国 就准备春季的开学了 那么这些同学也要小心 好 那今天就更新到这 希望在美国的同学好好考试 注意你的安全 也注意寒假的安排 那么如果你在准备上课也好 考试也好 要紧密的查看老师的要求 因为如果转成线上考试 它的要求会和线下考试可能会不同 所以要跟踪住老师的要求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那么如果你对留学美国 升学转学学术辅导就业指导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我 那么如果有的学生转学 或者去到前20前30这个名校 拿到他的本科 也可以来找我们来资讯 来评估一下 确实像包括是哈佛 什么哥大 像达特茅斯 像加州理工 都有一些途径是可以转学过去的 而且它的录取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你来资讯 来评估一下你的孩子是适合不适合 这样 好的 那么这个周六的上午10点 我和李欢老师会来讲 美国的前500的这些大企业 都主要在什么平台上招人 那么可能对你在美国找实习 找工作 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 感谢你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经常有家长问 我该怎么私信呢 其实只需要简单的两步 第一步点视频下方 成要说明的头像 第二步点主页头像旁边私信按钮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